遇刺身亡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葬禮举行前夕 东京增上寺外 一大早就大排长荣 满满悼虐人潮看不到镜头 来跟这位前首相进行最后道别 安倍的遗体 11号从东京的宅邸 以临增上寺 举行守灵仪式 虽然以夹葬方式举行 但包含俄罗斯驻日大使格鲁金 以及美国驻日大使易曼牛等 来自世界各国 2500名震惊各界人士 亲赴现场 根据出席者透露 会场内播放安倍弹琴伴奏 妻子少会唱歌的影片 让不少人难过若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德亚州行 也临时多了东京站 而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 也亲自访日制议 根据消息指出 安倍葬礼结束之后 林车也将载着遗体 绕行首相官邸 进行最后告别 三地新闻 陈欢报道